我們今天主要要講的主題就是說 怎麼樣去做一個精準車流的 資料收集跟分析 所以我們先介紹一下我們研究的團隊 我們在台大這個研究團隊 其實在做這個跟自駕車跟機器人的 這個相關的研究已經有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大概從2009年開始我們就做跟這個 這個是跟這個機器人足球有關係的 所以它也是一個自主系統 所有的軟體其實都執行在這個機器人上面 那這機器人要去找球 要去踢球 而且要團隊合作 才能夠把球踢進球門裡面去 那他利用這個機器人身上的相機去做判斷 判斷球在哪裡 判斷他自己在場上什麼地方 那大家如果打過球 足球或是籃球 你會知道這個球場其實是一個 完全對稱 左右對稱 前後對稱 所以要知道自己在哪個位置上面 其實也是有一些困難 那2018年之後 我們就開始做跟汽車有關的研究 那這個是在台大校園裡面 我們用了這個廣打跟相機 去做路上交流這些 路上車流裡面跟人流的軌跡的分析跟偵測 那2019年我們就開始把這個技術 運用在自家公車上面 那這個是2018年我們在台中市 做的一個展示站 那這個公車在台中水南智慧園區裡面運作 它在這個一個月裡面大概載了7000多個人 7000多個人吃 那下面這個影片沒有辦法播放 那其實我們把這公車也帶到山上去 這個是在物鳳高爾夫球場非常小的一條產業道路 把這公車可以在上面可以運作 那最近這一兩年 也就是我們今天在做的是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說明了一個精準車流的分析 因為我們發現如果只是把車子自駕化 其實並沒有辦法解決我們交通阻塞的問題 重點是我的車子要能夠看得更遠 那怎麼讓車子看得更遠 我們就需要一些路邊的一些感測器 那這感測器就有點像是我們放在我們十字路口上面 那十字路口我們現在有紅綠燈 那未來我們就會增加我們像這樣的感測器 那上面會有光打 會有攝影機 去做一些資料的蒐集跟分析 那這感測器主要會有兩個 兩個感測器 下面我們看到是光打 它是用一個雷射光打出去 可以做一個非常精準的距離分析 那影像的話就可以看顏色 它是一個密度非常高的一個資料集 那收集之後我們在錄測的設備上面 會做一個時間上的同步 也就是說光打資料跟影像資料必須要同步 同步完之後我把這個資料要能夠送到雲端上面去做分析 因為這個資料的複雜度其實非常非常的高 單純在錄測做分析其實是很困難的 那這一段我們就會運用到 技嘉的這樣的一個伺服器來幫我們做 那傳統我們把這樣的流程 在一般的伺服器上面做 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因為大家看到那張圖上面 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那同時我們要開大概50到100個檔案 來做這件事情 而且我們的時間的對齊要非常非常的精準 非常精準意思就是說 它必須要準到0.05秒 大概50個mini second左右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為什麼要這麼準 因為如果你的車子開60公里小時的話 一秒它會開多遠 一秒大概開到6到7公尺 所以如果時間誤差呢 如果只控制在0.5秒的話 表示那個車子的位置會差3到5公尺 所以你本來一台小車 大概3到5公尺 如果誤差差到0.5秒 就變成一台大巴士 這是沒有辦法被接受的 那在這個ARM的這個HPC的這個server上面 它有80個Core 有加上這個NVIDIA A100的這個伺服器 而且最重要是它有很大的memory 讓我們這個資料處理流程 可以一次把它做完 不需要分檔完成 那這對我們來講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一個呢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因為技嘉這個伺服器裡面 它使用了這個ARM的架構 那在入測呢 我們很難去使用傳統的這種X86的架構 所以在入測我們也使用ARM的架構 那這兩個架構完全一模一樣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到這個 所謂的這個Cloud Native 這個Cloud Native的這個特性 所以我們在伺服器上面開發的程式 我可以很快的很容易的移轉到入測 上面的設備上面 不需要分開兩次做 分開在不同的環境做開發跟測試 那接下來我們給大家看一些這個 我們利用這個方式做出來的資料 搜集的一些成果 那這個的成果我們把它叫做 可以用上帝的視角 去看人類的空間 去看人間 那我們看一下它 我們這個感測器大概會有 會有光打 我們剛剛看到 提到會有光打 會有攝影機 那收集出來的資料 它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這個是我們在2021年 去年在台北市 台大附近所收集的資料 那這個是在行車南路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其實是有像公車 中間那是一台公車開過去 那你可以看到摩托車 你可以看到汽車 可以看到行人 那這個其實可以去轉不同的視角 可以去看它 好 那這是我們在桃園 在這個高鐵附近 所做的資料收集 那你也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畫軌跡 大家看到那個綠色的 這個方框是後面有一條線 所以我可以知道每一台車的軌跡 它開的速度是多快 那車跟車之間的距離是多遠 尤其是說 比如說當我要超車 或我要換車道的時候 我們人類在開車的時候 駕駛人在開車的時候 他會抓什麼樣的距離去超車 那以後呢 當我們把自駕車放在馬路上的時候 我們自駕車 也必須要能夠符合人類的預期 要不然的話其它是人駕的車子 其實會很害怕 好 那這個其實是一樣 只是我把它放不同的顏色 讓大家比較容易看 那這個呢 在這一張的這個影片裡面 我們看到跟前面不一樣 是在 每一個這個方框上面 我們這框有一個是一個三圍的 三圍的bonding box 那每一個框上面 我們還加上這個物件的形態 因為我們傳統你用光達 其實很難去分辨物件的形態 因為它點數其實太稀疏了 那透過影像的融合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是一台汽車 這是一台巴士 或者是這是一台摩托車 或者是腳踏車的差別 好 那我可以再看一個 那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是一個 我們這樣講所謂的上帝的視角 這個是我們在 今年在屏東所蒐集的資料 你可以看到當我們使用光達 去蒐集資料的時候 你在查看資料的時候 可以去做360度的旋轉 你可以從左邊看 你可以從右邊看 不單純只是像 我今天有個相機 裝在這個紅綠燈上面 我只有一個視角可以看 當你只有一個視角可以看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受到遮蔽 在馬路上面 你的汽車會被公車擋住 摩托車會被公車擋住 造成資料的遺失 但是當我們用這種方式去蒐集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360度的旋轉 所以我們把它稱作 這所謂一個上帝的視角 那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說當我們把這樣的系統 放在一個複雜的路口的時候 可以得到什麼樣的資訊 這個是我們在屏東 不曉得是我們屏東來的聽眾 在一個叫建國路跟國清清淨路的路口 它是一個有五項路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條 下面又有一條 再往下還有一條小路出來 這個是一個在屏東市裡面 非常容易造勢的路口 所以屏東市警察就說 幫我們分析一下資料 看看到底為什麼那麼容易發生車禍 那大家看到這個不同的線 這邊其實就不同的車輛 它的軌跡 不同車輛的軌跡 那從這軌跡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去分析 剛才看到的是汽車 汽車的軌跡 那這一頁我們看到的是摩托車的軌跡 摩托車的軌跡 那當我們在看這個資料的時候 發現一個很特別的事情就是 這個好像沒有 紅色那條線 這裡其實是快車道 可是我們就發現了有一台摩托車 走在快車道上面 那一條其實是不准走機慢車的 透過這樣的資料 其實我們就很容易的去分析出說 這一個路口 它通過車輛到底是什麼樣的型態 那甚至你也可以抓到 可以找到 不見得是抓到 它是不遵守交通規則去行駛的 OK 那我們把這個 把這個資料軌跡抓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回去看影像的資料庫 那我們再回去看影像的資料庫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其實它是一台黃牌的重型機車 所以台灣現在交通法規來講 它是可以走在那個路上面的 OK 不需要開發單給它 OK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一個應用的例子 我們透過技嘉高效能的HPC Development Kit 可以協助我們去完成整個開發的流程 讓我們整個資料處理 大概可以減少一半的時間 非常非常的有效率 OK 好 以上是我這邊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OK OK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